这刚一见面啊 金大姐就和红娘表示 她对宋大哥没有演员 可是宋大哥却对金大姐挺有好感的 于是她主动介绍起了自己的情况 我介绍一下自己啊 我一个儿子结婚了 就是自己独立了 我没有什么负担 我也没有经济上的那些外在什么烂糟都没有 我那本人呢就会抽也不会喝酒也不会打个枪 她很抽烟 她抽烟 她其实她没发现她烟味可大了 我一闻那烟味都偷她 不找抽烟 大哥抽烟这一点也不太好 抽烟可以寄 我也曾经想要寄过烟 接烟这事那你到底咋想的 你想接不想接 想接 接烟对身体好 接烟挺好的对她身体也挺好的 这宋大哥主动出击 本想为自己赢的一些好感 没想到却因为吸烟这事差点弄巧成拙了 不过幸好宋大哥有戒烟的想法 所以这事也就过去了 接着金大姐又主动开口问起了宋大哥会不会做饭 你会不会做饭呢 我会焖饭 但是我炒菜炒得不好 你要说做什么酱 酱鸡刺啦 酱鸡手啦 放上酱也行 做鱼饭也行 就是炒毛菜也不行 那说明你不爱吃青菜 说明你爱吃肉 对 但是我做青菜可以 我喜欢吃青菜啊水果啊这些 我平时很少吃肉 我要馋了吃不馋我吃 他会做他自己吃的那个肉 他还喜欢吃肉 所以我俩这个方面也是 很明显啊因为演员没达标 所以金大姐看到的都是宋大哥的不好 宋大哥呢也看出来了 但是啊他并不想放弃 反而想再为自己争取争取 我不管钱 就是我到时候退休把工作卡交给你 至于你咋支配那是你事儿 大事儿在座院上小事儿你说就算 这块你满意吗 就如果退休金是这样的 太行 既然说两人生活在一起的 都会上拿出诚意的 我跟我前妻去那时候没这个混乱 我也是公知卡全交的 看来呀这宋大哥是实心实意 想要把退休金都交给金大姐打理 金大姐呢也感受到了宋大哥的真心 我其实我也不愿意吵极 你就是我花我送你药就行了 哎呀 实际我还真不喜欢那事儿的 我就喜欢把钱交给你 你愿意吵极吵极吵极 他人确实挺好的 能挺诚心的说的 吼在一起的把工资卡给你 太少了 这个要交工资卡 那个还不接工资卡 但是工资卡拿着 咋也不能跟我是吧 很多人再婚都会因为经济的问题 产生分歧 当宋大哥主动提出工资上交 这让金大姐的心理对他产生了很大的改观 于是他主动问起了宋大哥的工作 啥工作 我也是给私企打工 就是说远洋在船上 船上就是说水手这一块 甲板这一块都贵伯伯 那你在工作一月多钱了 在船上工作的时候是一万多 不公多舍也就是三千 他这个年龄你要在咱们这块大工 他就是保洁或是打经 一个月就两三千块钱 他这都一万多 多少倍 这金大姐因为对宋大哥的第一印象不太满意 所以就聊什么都不太上心 可是宋大哥却一直都在为自己争取 这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逐渐的了解之后 金大姐还真对宋大哥产生了改观 那么接下来他们的相亲又会如何发展呢 反正我现在吧就是说呢 暂时呢就是说是 我得等到退休以后 要如果就说是有缘分啊 退休以后啊 咱要走在一起 但是说呢 我现在必须得工作 那说走到退休以后是啥意思呀 我说这个意思啥 大家加入微信 我打给你 我休暇的时候呢 可以过来看你 就是虽然说你在那里上班 但是这两个人的相处的方式 你现在想好了 就是不能在一块的时候 就先电话联系着先处长 对呀 然后就是你休假了就回来看大姐 然后等退休以后了 两个人再说晚一起结合的事 是这意思啥 对 我想找郭智子呢 天天在我身边呢 我俩那种的 想一想办 她还没 还做不到 我现在她不还俩二年吗 我为了带来两年 就是为了自己另一半 晚年生活能好过一点 你说我为她放弃整份身的值吗 那值不值我不知道啊 那值不值这个东西得在你心中 看你咋衡量呢 因为吧 在地方一下挣好几万块钱 太费心 几乎就是像我这个年龄段 不可能的事情 我等不了她 我好像等不了你 因为我说的 我现在吧 我想找一个 就能跟我在一起共同生活的 家里有个啥事啥的 她能给我出个主意 和我俩去办吧啥的 你一出去就好几个月不回来 我接触不了 我觉得咱俩做朋友吧 但是觉得你的来过还是 还是有一些才 行 那就是不能在一起的话 交朋友也挺好的 就是但是也希望 你们俩能够理解彼此的 这个想法和做法 嗯